Gigi與史丹麗在2015年結婚 婚禾也經常會在網上和粉絲分享生活點滴 她近期則曬出新架開箱照片 並透露兩人其實原本都各自擁有一個小公寓 沒有要再買房打算 一來是怕壓力太大 二來是他們還是想要繼續到世界各地旅行 不過前陣子遇上疫情讓Gigi想法有所改變 讓她突然想要一個 兩個人一直可以住下去的窩 也才下定決心買房 也是兩人結婚8年才終於擁有第一個 真正屬於他們的房子 照片一部光 網友紛紛搭贊 十多年的愛所累積出來的房子 中文章